每次上課的影片都放在Portal裡面的最新消息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最新消息裡面 理論上每一次上課的連結都在這邊 其中上個禮拜我們又針對長橫割這個 其實主要是至少你要知道說 將來怎麼樣把一些外部的資料 假設你要放到以色列裡面來用的話 那勢必一定要有個觀念 就是一定要把它切割成一個表格的形式 否則的話它沒有辦法幫你做後續的處理 反正就是要做表格 因為它eSale的表格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把表格 就剛好放到eSale裡面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也用了幾個方法 比如三字經 然後來上個禮拜又用了長橫割 那當然第一個長橫割 我是把這個全魂都放到A1的儲存格 所以我把A1這個儲存格 它本來是一個很小的格子 那我把它擴大 不過擴大的方法其實就是把它拉寬 然後跨欄至中 並且讓它靠上跟靠左對齊 那這邊就可以放長橫割的全魂 OK 那長橫割全魂放進來之後的話 當然上個禮拜主要就是有點複習之前的啦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做切割 那比如說我這樣要把它切割成兩欄 應該怎麼切 比如說長橫割裡面切成兩欄 類似像這樣 就是先第一個漢黃縱色四輕果 然後第二劇第三 第四劇一之類推 OK 那 再來 上個禮拜就是把它切割成兩欄 然後你可以切成一欄 切成兩欄跟一欄有什麼差別啦 當然最重要就是說 因為將來我們會做篩選的動作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查資料 查什麼資料 比如說我想要查這裡面 白G的長橫割裡面 到底有沒有哪個關鍵字 在哪一劇裡面出現過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分兩欄 你要查的就變成你要分兩欄去查 如果你資料剛好是分 就是可能第一 就是它有不同欄的這種需求 你可以分兩欄 但如果以這個來看的話 其實分一欄會比較恰當 因為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 我今天希望做個查詢的動作 那分一欄有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針對這個裡面 比如說想要查一下 到底哪一個 就是說呢 我想要查某一個關鍵字好了 比如說像哪個關鍵字最多 好像它常出現像什麼 像天這個字還滿常出現的 還有像春這個字還滿出現的 OK 然後還有像什麼 君王或者是 3000它好像出現滿多 如果假設我想要統計一下 某一些關鍵字或某一些關鍵詞 它出現的次數是多少的話 有沒有要算那個字頻或磁頻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再利用一個功能 叫做資料裡面 有一個篩選 它這邊會出現 它有一個說明 然後裡面的話有一個功能 叫做篩選 那這個資料裡面這個篩選 其實非常好用 所謂篩選 就是你可以從這麼多的資料裡面 去找到你想要找的某些的 如果是文字的話 就是哪些關鍵字 如果是數量的話 那就是可能在哪個range裡面的資料 幫你調 反正就是調資料出來的意思 那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一 優標先放在欄位名稱的位置 這個地方 我們一欄上面 這個地方就是 等於是好 假設是欄位名稱的位置 然後第二個 按下篩選 那你會發現按下篩選之後的話 它會有一個狀態就是說 這邊會有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你可以針對這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做後續的資料篩選 其實就查詢 那比如說我想要查一下 比如說像 到底這裡面常常出現什麼 三千 三千寵愛於神 三千人 有沒有 假設我希望知道三千這個字 到底出現過幾次 在哪一句裡面出現過的話 那以前你可能要用人工的方式去慢慢找 可是喔 如果你假設 你如果用篩選的話 第一個先把它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按一下這邊 它會出現說你要怎麼篩選 那因為這個欄位裡面放的資料是都文字 因為都七個字七個字的那個詩句嘛 所以它會出現是文字篩選 那這個時候呢 文字篩選 有個箭頭嘛 你就點這個文字篩選之後 然後再點裡面有一個 可以讓我們 查關鍵字的 應該是哪一個 應該可以猜出來吧 等於嗎 等於要完全一樣喔 不等於 開始於 結束於 那這邊的話 應該都不對了 應該是這個 包含 那包含的話意思說 反正呢 只要這個 儲存歌裡面 有哪一個字出現 那就是哪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我想要找三千 到底出現幾次的話 那你可以用包含 有沒有包含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那個關鍵字打上去 打一個三千 OK 好 那你會發現 當我輸入之後 所以喔 資料裡面的篩選 箭頭 然後找文字篩選裡面的這個包含 包含裡面輸入三千 那它就會只要是這個 這個 儲存歌裡面 七個字裡面只要有 中間或者是左邊、右邊 反正只要出現三千 這兩個字 就按確定它就自動出現了 那當然呢 其實它底下有提示啦 你也可以用問號 也可以用信號 那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三什麼千 一個字的話 那就是一個問號就可以了 那如果兩個字就兩個問號 那或者是說三 什麼什麼什麼 不管裡面一個字兩個三 只要中間有 頭跟尾中間有三跟什麼什麼千的話 那你可以用信號 這個當然後續 你如果要做一些相對複雜的查詢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它留下來的 就會只有剩下這個量 有沒有 所以出現的話 大概就是三千人 三千首 OK 那你如果查 我知道了 而且它前面因為我們有這個編號 所以你可以找到編號位置 然後呢 就知道這兩個句子裡面呢 有出現三千的 那你可以做後續處理 比如說你可以Ctrl C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把它貼到你要貼的位置之後 再來把它恢復 那恢復怎麼恢復呢 很簡單 你可以按上面的篩選 讓它復原掉 它就恢復成原來的狀態了 OK 如果啦 之前我們假如用兩欄的話 那你可能要查兩遍 這邊要查 這邊要查 那就相當比較麻煩 將對比較麻煩 兩欄四查 所以喔 如果將來你們要把一些資料拿來做查詢的話 第一個 恐怕把它變成一欄的形式會比較OK 再來上禮拜應該有提到 其他就是切割 然後再來就是用BBA來做 這個上個禮拜其實都有講到 所以細節的部分喔 請各位回去再看一下 尤其是最後BBA的部分 可能比較多同學會比較有問題 你這個地方就自己再復習過好了 OK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再接著來看 當然你如果以這個延伸喔 比如說我希望算什麼 剛剛特別注意 剛剛是利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你把比如找三千好了 然後你想說那我要找別的啦 那當然啦 如果剛剛是找一個詞 兩個字喔 可是喔 如果今天想有一個想法 我想要統計一下 到底那個長翰哥裡面喔 我想要統計字就好了 哪一個字喔 比如這麼多字 裡面呢 到底哪一個字出現的次數最高 比如說從漢黃 一直到無絕期 對 那這個這麼多字裡面喔 總共幾個字啦 其實算完 其實用L1N有沒有 算完只有840個字 那這麼多字裡面喔 假設我們其實主要是想要統計一個 就是哪一個字出現的次數最多 OK 那當然呢 第一件 你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統計出來 那不是說叫你怎麼樣 自己一個一個慢慢算嗎 其實說真的啊 這怎麼看 當然哪個字最多 說真的 你用肉眼來看 用人的眼睛來看 真的是沒辦法 有沒有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藉由什麼 Essal幫忙 可以呢 算出哪個字 最多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可能需要做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840個字怎麼樣 先全部打散 怎麼打散 打散到哪裡呢 打散到Essal的一個格 就是一個字放一個格子就對了 一個字放一個儲存格 所以漢放一個字 放第一個 黃放第二個 也就是這樣 我大概秀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我要算哪個字出現次數最多的話 那第一個 你先 也許先 開一個新的儲存格 工作表 比如說 假設我要統計 長橫哥 到底哪一個字 出現的頻率最高 那也許我就 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OK 然後呢 也許 給他一個藍位名稱好了 因為給他一個藍位名稱叫字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想到 或者叫什麼 單字好了 OK 等等啦 反正你就給他一個藍位名稱 然後呢 那我如果希望 可以 帶一個公式 特別是喔 其實只要一個公式 就是 向下填滿 把公式做出來之後 向下填滿 它就會自動幫我 怎麼樣 把840個字呢 全部 因為有840 所以應該一直 向下填滿到841吧 因為 上面有個藍位名稱 它就會應該是 全部的資料 就通通幫我 把它 一個字 一個 儲存格 其實有點像 一個蘿蔔的坑 所以呢 我們 就是 需要先在上面 加一個藍位名稱 叫字好了 藍位名稱 然後我如果今天希望喔 一個公式 輸入之後 向下填滿 它可以幫我把長橫格 840個字 全部一個蘿蔔 一個坑 幫我通通分開來的話 那怎麼做 你想說老師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喔 如果你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你要做字屏的 樞紐分析的話 就非常簡單了 得到結果啦 其實就可以把字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值 它就幫我算完了 那我只要留下最高的 那我看到喔 大概 出現次數高於7次的 就是這些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答案 當然這個 這個破梗了 其實應該最後再看喔 你會發現的 長橫格裡面喔 字屏啦 最多的 第一名跟第二名 第一名就布啦 第二名就武啦 其實這都是負面的用詞嘛 那可想 你念完之後 你怎麼會心情好 你一定覺得是悲劇 真的啦 像唐玄宗這蠻可憐的 他被他層子逼著 所以一定要叫這個楊玉環 上吊自殺 OK 自己心愛的女人 居然沒有辦法 而且他是皇帝耶 皇帝也沒有辦法說 阻止這一切悲劇的發生耶 所以你可想而知 皇帝有什麼用 這當時其實 感覺從其量 好像就是有傀儡一樣 有沒有 可能還招不保戲 皇帝也 他逃亡 安死戰之後 還到處逃亡 可能連吃飯的都沒有耶 他餓著肚子 對不對 還要靠百姓接濟 才能夠過日子 你可想的 皇帝也要靠百姓接濟 如果百姓不接濟的話 他不會餓死了 那跟那個八國聯軍 打到北京一樣嘛 那時候慈禧太后 也是逃到陝西去 沿路也是沒有人要接濟 沒有人要理他耶 他真的有點像 什麼樣 像上家之犬也不為過啦 到處 OK 所以呢 這個也是蠻悲劇的 那至於為什麼會發生安死之亂 這個你們自己在Google查一下 YouTube上面很多影片自己看一下 然後為什麼要處死楊貴妃 原因很簡單嘛 其實跟他安死之亂發生 跟他應該也會有一點關係啦 可是你 我覺得有時候 這有點是怎麼講 你要處死楊貴妃應該 其實我覺得罪魁禍首應該是唐玄宗啦 都是你啊 你寵信的嘛 對不對 底下也都是你的人嘛 那問題為什麼要處死你的愛人 沒辦法 因為陳子不能說叫皇帝 他已經說你旁邊那個你最心愛的人 你又上吊自殺 那皇帝也不得不下這個命令 可是我覺得皇帝為什麼一定要聽陳子的 這有點莫名其妙 你也可以說不要 你要死你去死 對不對 那他沒有這個 他可能他當時已經整個都沒有氣焰 就整個都被壓下來了 所以當然這個背後我覺得很可以討論的啦 只是說我們可以從那個長恨歌裡面 哪個字出現的頻率最高 那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大部分都會負面的 所以你會發現前三名 一個是布啦 布這麼多 一直布一直布 不過到中唐真的就很負面了 等於是說整個唐朝 氣數已經快快進了 所以白居易雖然很有才華 但是這當時真的懷才不遇 沒有施展空間嘛 整個唐朝已經氣數快要滅了嘛 而且經濟也沒有像以前的那麼發達 哪怕你有才華 你也沒辦法施展啊 誰會欣賞你 而且他可能想當官 可以有替百姓人民造福 但問題沒有地方讓你去啊 所以你會發現中唐以後一直到晚唐 那些詩人很多都變酸民了 非常的酸 而且非常負面 你看那個詩人就覺得 哇 看起來真是 就是越寫越小 自己寫小了 就跟現在那個網路上的酸民 好像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那為什麼會有酸民呢 我自己的感覺啊 就是懷才不遇嘛 他其實可能有很多的報復 但問題他沒辦法施展 只能在鍵盤上面做一點 所以他覺得在鍵盤的世界裡面 他就很厲害 所以他鍵盤俠嘛 是不是 所以有個稱呼叫 那當然呢 這個只是一個從製品裡面看到的 還有無啦 所以物跟無就差不多意思 哇 你會發現 這篇詩裡面衝刺都負面 還有就是天 那天的話其實因為你沒辦法人 人沒辦法處理 所以只能靠天 後面有人啊 不過人 在這個其實還可以再看一下 這個人前後文 然後還有村 衣等等 那 好 所以回過頭來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一個視頻的統計 然後把它統計出來 甚至最後呢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數量 再繪製一個圖表的話 甚至你如果要更清楚的話 你畫個圖表有沒有 這樣不就更清楚了 把圖畫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哇 這個哪個字出現的頻率最高 馬上就一目瞭然了 有沒有 這看起來感覺 利用那個科學來研究人文 我覺得感覺其實又有不一樣的面向 對 你說這沒有道理嗎 怎麼沒道理 數量本來就是一個客觀的依據 它是事實的存在嘛 這個是無法改變的 對 不然你說白居 為什麼沒事一直寫不不不 難道他習慣說不嗎 對啊 沒有人很習慣說不吧 台灣人 而且像我是覺得 像我是比較不喜歡說不的 所以我很難拒絕別人 所以如果有人要跟我借錢的時候 我如果看到他眼睛是有那個錢的符號的時候 你先不要講話 我要先走了 因為我無法拒絕你 可是我錢借給你之後 你會不還我 我也沒辦法 可能我也不會跟你要 因為我覺得跟人家要錢真的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對不對 可能最後真的是朋友會試破臉 因為你一直跟他要 他就一直不還你 那怎麼辦 所以像我之前有個好朋友也是這樣 他跟我借 然後我有急用 我跟他 他就不還我 所以後來我就還是跟他要了 但他還得真的很心不甘情不願 最後還了之後再也不跟我聯絡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錢 早知道不要跟他要 至少要有個朋友 不然的話 可是不要又覺得 好幾萬塊 這也是一筆錢 OK 反正這個都是一個客觀的指標依據 但是因為以前我們沒辦法這樣做 但是現在如果透過ECL是可以這樣做 那只是要怎麼做 所以待會請各位一樣 把上個禮拜這個先打開好了 總字數814 這個是用LEN 其實如果你想要知道 這個儲存殼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那你只需要在這邊插入一個函數 用文字類裡面的LEN LEN就是算幾個字的 這個 他算這裡面幾個字 那你問他說這個文字在這裡 你幫我算完 按確定 他就跟你講裡面有840個字 那所以呢 我知道840個字之後的話 接下來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你就在這邊開一個新工作表的話 他名稱也許叫什麼 字屏之類的吧 比如我這邊假設給他一個 不過這邊已經有一個 我字屏2好了 然後呢 藍位名稱先給他 這個藍位名稱我給他一個叫字好了 我不知道叫取什麼 叫單字也可以 不然的話這樣看起來一點 OK 然後 字不見了 單字 然後呢 接下來我需要一個動作 把長恨歌 第一個字放在 等於是第二列的這個 第一個歌字 以時類推 漢黃一直往下 然後再無絕期 那他怎麼做 你想想看 第一個 提示一下 可以用文字類裡面的哪一個 切割文字的 好幫手 叫密德 第一個 密德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這邊 長恨歌 你幫我把長恨歌 就是這個工作表 驚嘆號的A1 第二個 第一個問題 給他了 第二個問題說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取 我要從第一個字 所以你就輸入1 要幾個字 這邊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答案 這個不會變 一定是從這邊開始取 這個也不會變 會變的是這裡 也就是今天 我希望 第一次應該是1 第二次應該是改2 第三次改3 底下應該到840 沒有 可是這個地方應該怎麼樣 讓它變出來 如果你現在輸入1 對不對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出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往下填滿 所以A1的1 前面一定要加個前的符號 不過你向下填滿 它這個1會改變 會變2變3 好 那你會用焊出來了 但是你向下填滿 它還是焊 它不會變成2 所以這邊可能要想一下 你不是說 我說我知道 我向下填滿之後 這邊把它改成2 有啦 那你說 再來下一個呢 下一個 焊黃 再來就3 那你永遠改 總共840個字 那你豈不是要改840次了嗎 所以請各位思考一下 這邊哪裡可以讓這個做改變 那這個的話 需求我講 它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第三次是3 一直到往下 到840 所以呢 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產生這個數字 那其實提示一下 這裡也有做過類似的 如果你向下 要變化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旁邊這邊不是有列 那這個列號有沒有 如何取得呢 還記得吧 有一個函數 叫什麼 Raw 對不對 對 你用raw 那raw的話 會取得的數字是2 可是我要是1 那怎麼辦 減1不就好了 答案就出來 OK 有這麼簡單嗎 試一下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地方用raw 當然我自己喜歡用自己打上raw 然後小瓜糊 這個就取到2 它變成黃 第二次 不對 減1就好了 好 這樣有沒有OK 試一下喔 按確定 旁 漢 向下 黃 有了 重 色 濕 輕 有了 都OK 不過你們有發現 明明是堂皇 為什麼叫漢皇 有沒有 明明這個指的就是唐玄宗嘛 那為什麼這邊不寫堂皇 要寫漢皇 OK 原因很簡單啦 各位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好 然後呢 向下填滿對不對 一直到往下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往下拉 拉到841 停下來 過頭怎麼辦 其實過頭也沒關係啦 過頭因為它也不會出現 所以你就 841有沒有 把它放開 這樣就會 一個字一個字喔 通通幫你把它放進來 所以Ctrl向上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邊單字 一個字一個字就拆開來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拿上個禮拜這個地方算一下字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當然呢 除了可以算字屏之外 其實也可以算磁屏啦 只是說磁屏的話 你必須要有個磁庫啦 因為你這邊沒有磁庫 你怎麼去抓 除非說你要自己去分磁 所以其實分磁還蠻花時間的 也就是如果你可以把一些有意義的磁都拉出來 然後去統計的話 其實我覺得得到的結果 會有耳目一新的結果 因為作品裡面哪些字出現最多 我覺得也是一個客觀的指標啦 比如說紅樓蜂到底哪一個人民出現字最高 對不對 排序一下 但是你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你不會用剛剛講的方法 那你怎麼找答案 難不成你要像古人一樣 慢慢就算了嗎 對你要算多久 一百萬字耶 天啊 你光翻書翻一個月可能統計 而且喔 你統計完結果還不見得正確 為什麼 因為人會算錯 但是電腦比較沒這個問題 電腦如果只要資料已經數位化 它基本上沒有錯誤的問題 OK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還蠻可以當成是 將來你在做一些學術研究 或者是你將來在做一些統計分析的時候 可以當成參考 因為我發現人文的研究裡面 對於這種數量的統計好像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喔 我感覺哪一個部分的情緒比較多 可是你講這個感覺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太主觀了吧 你感覺 如果我感覺白居易的詩很負面 你感覺你又不是什麼 你是很厲害的文學詩 你是什麼研究者嗎 還是什麼 你感覺誰會相信 所以如果有一個客觀的指標 可以當依據的話 相對會比較能夠說服別人 所以但是要怎麼樣去得到這個數量 那當然我這個地方 就必須要先把字拆出來 然後第二個的話 再利用很簡單 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其實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這個地方 樞紐分析表也可以拿來分析長橫刻 這個應該是找不到 不過這個是我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因為這個當然你要懂得去利用工具 那怎麼樣拿來用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字屏部分 先把字先拆開來 把不來 引擎 把不來